先和Thomas談談外圍市況的表現 看到上星期五公佈了一個數據 也挺驚訝的市場 就是美國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 7月的中值是80.8% 是五個月以來的最低 分析指主要受到通脹上升的影響 使得市民的負擔開始增加 影響了消費意欲 拖累了上星期五的美股表現 這個星期大家應該會繼續看著業績 因為這個星期有IBM 接下來有可口可樂和Intel等等 我們先問你那個短期走勢的看法 因為你們長短倉都要做的 短期來說 業績大幅增長似乎都在預期之內 因為上星期看到高盛和摩通都公佈了一個盈利 其實都比市場預期好 但股價都是要下跌的 你覺得業績好這個因素 反映在公司的股價內 未來一周美股的走勢 你會看會怎樣行 其實應該這樣說 在今季業績期之前 其實都很多分析師都上調了 預測都不少了 尤其是因為其實 不只是剛剛說 現在其實是開第二季 但其實是再上一季都已經是好的預期 基本上是整年 2021年一開的時候 都是說整體标普500成分股裡面 大部分的公司 其實說他們的盈利預測都 本身都已經是必了 然後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大行分析師很正常 就繼續上一條預期 所以就變成了 其實今年都有一種 在業績期之前 都有預炒業績的形勢很多 比較明顯你會看到反應 就是今次業績期出之前 大型即巨型科網股 即我們說的FANG那一隊 就很零射是厲害的 但問題就是 在業績期之前就會預炒 但到了好了 現在準備開成的表之前 正常第一就是和利匯套 所以變成了 你會看到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譬如在金融股的情況 就是好像剛才說 魔通那些 就算出了 還是必了之後 也是要回 因為其實大家看回 就是業績期之前 可能隨時一個星期 已經炒高了5%以上 過了一堆這樣的股票 所以變成這個會有些影響 但你說看來 即今晚IBM 又或者說Intel 也會炒高 你看到也是有些機會少少 即我覺得有少少機會 是出了業績之後 也是可能 BIT 或者INI 但還是下跌 這個會的 但因為Intel和IBM 就未必有這個情況 反而我覺得 我個人比較關注的是 Intel剛剛 他剛才邀請了一宗 很大型的收購 即是他們想買 GoGoFactory 不知道這宗 今晚會有什麼發抗 因為其實花了非常多錢 也都在行業裡面 叫做 即是他是落後者 因為前面 如果大家知道的就是 台積電 即是如果這個行業 就是台積電 雖然Samsung也是先行者 他們已經增大了產能 究竟市場會怎樣看 會不會覺得 你這個買法 似乎有些不至 這個就要看今晚 市場怎樣看這宗交易 是的要看這宗交易 但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In case 它反過來 我覺得如果它肯跌得多 就再加上 剛才所說的 就是Ahead的業績之前 你還肯跌跌得夠深 反而可能反過來 會買 不過這個就是 這個是屬於一些交易者的 即是操作上的做法 對操作上的做法 未必很適合一般散戶 或者是投資者 是投資者 但整體來說 我自己覺得 美股業績都會是什麼 就是 業績期前 你見到預炒了那些 尤其是 即是說在創新高 或者很貼新高 那些 就小心一點 即是在業績之前 就不要太想著 業績前買 買完之後再升一兩成 就機會就未必那麼高 因為這個也是 屬於美國那邊 即是很多交易者 他們那個普遍做法 就是會是 偷負操業績 操完之後就先下去 下完之後再慢慢上 就不用那麼急 就反而可以是 可以留意一些 就是出了業績 但是會回套一點點 即是可能在高位 回套5% 附近那些股票 那就可以等它出了業績之後 大概三天左右 那就可以慢慢 考慮一下 後來買 然後買完之後 就過了業績期 它會慢慢上升 是的